特务治国,北京中官园区公开招聘告密者,特务治国是中共维持其一党专政集权统治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近年来,在社会基层大力培养告密者成为中共特务治国的新模式。 日前,北京市中官园的一份招聘维稳信息源的启示,在网络上被公开显示中共对告密者的培养。以完全公开化广告,从网络上流传的图片可看到,中官园区委会于今年6月1日公布的一份招聘启示,称为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指示,要求宪中官园社区招聘社区维稳信息源。 而中官园区委会对其所招聘的维稳信息源的要求,重点强调了必须拥护中共的领导,还需要具备较强的政治敏感性,还要熟悉社区内居民,人际关系人员,成份招聘的其他条件则十分简单。 要求应聘者是居住在中官园的常住居民,年龄七十岁以下身体健康。 中官园区委会于今年6月1日发出的一份招募维稳信息源的招聘启示网络图片。 有舆议指出,上述招聘启示开出的要求条件,足以说明所谓维稳信息源就是业余的变异特务。 中共是想利用常住居民中对社区情况熟悉的人充当中共政府的眼线。 这些十分廉价的业余特务,可以随时向中共官府报告当地民众当中的任何风吹草动,帮助维护中共的极权统治。 据中共官,每2015年12月公布的统计数据,包括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等在内的所谓治安志愿者成员,已突破85万人官方位调动其积极性每人每月财政拨款补贴300到500元人民币上述人员,被中国网友戏,称为世界第五大情报组织成员。 与中官员日前招聘的维稳信息员是同一类性质的人员,都是靠向当地政府的基层管理机构告密,来捞一点钱财利用的业余特务。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在接受新唐人记者连线采访时,曾表示上述人员在举报违法、吸毒,治安上的确也能发挥一些作用。 但这些由中共警方联系操控的社会安保力量,更多时候存在的意义是维稳,就是被利用来维护中共的暴政统治。 自由转岗人朱欣欣则评论说,现在中共可以说是把人性恶的东西发挥到了极致,让每一个在这专制下的受害者,也同时参与到奴役人的专制机器里边,去成为其中一个零件级受害者和奴役者。 压迫者为一身彼此互相的告密,这实际上是在破坏一个社会最基本的伦理。 是十分恶劣的朱欣欣表示,中共现在危机似乎异常恐惧,所以就采取了特务治国,密派治国这样特殊的方式。 但这样的国家政权是不可能持久的。